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李师傅 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一个只用一年 要报废掉的滤芯 目前呢 报废的滤芯 它还有办法做过滤的测试 我研究了十几年的进水器 我简单的做几个测试 大家看齁 我用一些污染物 这个是使用色素 使用色素有很多进水器 它都没有办法过滤掉使用色素 好 说来是什么 墨汁 墨汁就是比较大的分子 比方说好几年前 英文有报说 水中啊 台风过后啊 有很多那个污里 有很多进水器都没有办法滤掉 你看这个污水 这一台 就完全都可以滤掉 没有问题 后来就是什么 农药 有点就像农药 好 你看这样的水 那我们不可能家里有这么脏的水 这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就是跟大家看 这一台的一个滤镜的效果 那我现在呢 我把它倒进来 我留一半嘛 有没有 就是一个实验组跟对照组 目前呢 市面上呢 我看过所有的进水器 研究十几年 只有这一台 报废的滤芯哦 可以做过滤的测试 来哦 见证奇迹的时刻哦 滤出来什么颜色 你没有看到 效果相当好 有没有 来 好了 滤出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哦 它是不是含有矿物质好不好 它滤出来的水 酸性呢 还是碱性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滤出来的水 它这个它有一个紫外线灯管 用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认证的 我这个没有插电 它还没有杀菌 但是我们测出来我们来看一下 酸性还是碱性哦 有没有看到 它是做碱性的哦 绿色就是做碱性的 黄色是酸性嘛 所以它是做碱性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滤完之后呢 就是 还有保留矿物质 哇 它还有保留矿物质 所以呢 我非常推荐大家使用 这一台浸水器 它本身呢 可以滤掉的这个 细菌病毒 都可以列出来 160种 全部都可以列出来 所以呢 推荐大家使用 这一台里面呢 它有无限的 依化监测系统 还有它 外线杀菌呢 有超过40毫焦耳 平方公分的 紫外线剂量 可以滤除 160种的污染物 重点是 它可以保留水中的框子 它是通过 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NSF的认证 包括它有什么 材料的认证 还有结构的认证 还有效能的认证 还有通过 NSF是什么 42 42号是 口感品质的认证 还有53 53是 卫生品质的认证 还有55 紫外线杀菌的认证 还有401 401号就是 新兴污染物 新兴污染物 新兴污染物这个部分呢 可能大家 这几年 比较重视的新兴污染物 比方说呢 它包括有药物 还有 中有什么 抗生素 大虫剂 除草剂 静荷蒙 人肌分酸分A 这几年大家都可能会听过 刺癌的 还有 有害的一些化学物质 还有一个全佛心酸 全佛心酸 黄酸 绿除认证 这个就是工业跟消费品 制造过程中的一些化学品 还有一些微狼藻毒 水中有微狼藻毒的话 水煮沸了是煮不掉的 会影响到我们的肝 甚至会产生肝的病殿 肝炎 肝癌 有人说 哇你这么好的净水器 那是不是很贵呢 我们去算一算 一天呢 花费不到20块 平均算20块 它可以全家人免于毒害 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CP值相当高的一台净水器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省钱 然后可以健康 又可以赚钱 这台净水器 我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要看 цу 消毒 presente removed 刺脏 蓬 Hus 差不多 在外出 相 よ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